大齋期四十天,诗篇灵修,主题一,自省与悔改 第九天,困苦悔改,特成 在诗篇二十五篇十一节那样说 耶和和,求你因你明的远辜,赦免我的罪,认为我的罪重大 今早我起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昨日所犯的过错 并且引导我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和我的儿子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当我的儿子起床的时候,我就第一句跟他说 儿子呀,爸爸昨晚不应该向你拍摄啊 爸爸真是无耐心去对待你 我错了,你可以原谅爸爸吗 在诗篇二十五篇,作者大卫提到 羞愧可能是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受敌向我们跨城 另一方面,我们因为犯罪而失败 但是若果心里诚实,我们都会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 也都会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身份 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听诗篇二十五篇一至十一节大卫的讨文 二十五篇第一节 耶和话,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上帝呀,我素来依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收愧 不要叫我的仇的向我夸胜 凡等候你的必不收愧 唯有那无辜行奸诈的必要收愧 耶和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 我终日等候你 耶和话,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耿古以来所常有的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显和我的过犯 耶和话,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话是两线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道的人 耶和话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耶和话,求你因你的命赏免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重大 今天,仇敌仍然使用很多的伎俩 可能是看得见的金钱 房产,地位,明星等等的外在挑衅 又或者是看不见的欲望 例如,仍可感,按日,掌控,权力等等 都在我们里面翻腾 在经文的第七节提到 大卫承认自己从年幼开始所犯的罪 他更加承认耶和话上帝 长久的怜悯和慈爱 所以,他愿意仰望上帝 倚靠上帝,等候上帝 他向上帝祈求不要纪念自己的罪显 而是要纪念上帝的慈爱 因为他深知得赦免他的过犯 遮盖他的罪 这个人是有福的 上帝亦是圣洁公义 我们所犯的罪 所打败的仗 不能够逃过他的眼睛 无论如何 他仍然纪念我们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爱子 他以自己的补血 涂抹我们一切的罪 指引我们所走的一条新路 就在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提到 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事纪念我 而在启示录12章10节也这么说 那走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也已经被述下去了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 奉基督的名 我们可以坦而无据来到天父的面前 让我们对上帝 心生敬畏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反思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星期 你有没有打过熟灵的败仗呢 有没有内疚 或者感到羞愧呢 有没有想过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我们的心才能够回复平静呢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主 为我们受苦的主 困苦我们同样要经历 也都一定会再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 在困苦中与你相遇 那恶者曾经试探过你 但是你却完全得胜 以上帝的话语回应 主啊 我也都愿意 以敬畏的心跟随你 我相信你 必定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明白你的指引 奉主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